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看的是 最近剛改款的BMW 5系列 事實上5系列算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款車 這一次不管是在外觀上有顯著的不同 在引擎科技上面也有提升 另外在次世代的一些車用的科技導入 都讓這一次的5系列改款變得很有看頭 所以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介紹會比較長一點 讓大家慢慢看完理解這次改款5系列 到底更新了什麼東西 在外觀上面呢 你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改款前後的差異 首先呢水箱護照呢 從上一次7系列小改之後呢 在車頭的水箱護照變得比較大 比較霸氣之後呢 大家就對這個水箱護照的新的幾何變得比較熟悉 水箱護照前面的直柵呢 事實上呢 上半部呢 你會看到它是從引擎蓋所延伸下來 到了車頭呢 它往下跟這個保桿的前方垂直 這個幾何呢我們變成比較熟悉的 因為在7系列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設計 只是7系列的面積稍微大一點 頭燈的部分呢 現在的LED頭燈的科技的層次呢 我們分成幾個 一般的LED頭燈它本來就提供非常好的照明效果 那後來呢也會有主動轉向子頭燈 在車子在彎道的時候呢 它會根據你轉彎的方向呢 去改變照明的角度 讓你在彎道中有更好的照明效果 那這個是在整個頭燈科技裡面 我認為在更高一等級的 在BMW裡頭 這個叫GRAIL FREE 這個LED頭燈呢 它的特點是 它會根據對象的照明 去調整它的照明的光型 也就是說它在不影響對象視覺判斷的情況下 提供最好的照明效果 那這個頭燈呢 在520i的M Sport 它原來是沒有配備的 但是在剛上市的初期的首發版 它會把它列為是贈送的配備 那530i 不管是Luxury或者是M Sport版 都是標準配備 那尾燈的部分辨識度也很高 這次的尾燈呢 你如果近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具有立體感 也就是說它從原來一個平面的造型呢 變成是一個比較具有3D立體的 而且它經過了尋黑的處理 530i呢 除了M款的空力套件之外呢 也有藍色的M款煞車套件 那這次呢 530i的M首發版呢 它免費升級19吋的M款鋁圈 而且也搭載了電子懸吊 另外呢 我認為在整個車子的科技面上面來講 我們會逐漸在最近BMW所上市的幾款車 看到BMW在車用體驗上面來講 逐漸導入一些科技的配備 首先呢 我們如果一般 我們平常拿的 甚至是我們所常見的BMW的鑰匙 如果你戴在身上 那過去一段時間呢 BMW已經都把Keyless呢 免鑰匙系統已經變成是標配了 所以很多BMW的車主 事實上已經非常習慣 不用把鑰匙拿出來 你只要把手伸到這個車門把手 它就會打開 那最近的幾款新車 包括三系列 你一靠近你的車 你發現你的頭燈亮起來了 那車門也打開了 那這個進出其實很方便 那你離開的時候呢 都不用把鑰匙拿出來 也不用做任何的操作 只要人離開車子一段距離 它就會自動上鎖 那我覺得這個體驗呢 目前是市面上 許多車款 即便是在豪華集聚裡頭 很少見的 我認為便利性非常的高 那這一次呢 也加入了支援iPhone的手機數位鑰匙 那這個手機數位鑰匙呢 事實上它透過iPhone上面的NFC 進場感應的功能 你只要把已經設定好的iPhone手機 靠近車門把手 它就可以當作鑰匙來使用 但是你必須要把手機拿出來 那這個手機鑰匙可以透過 在iPhone裡面的iMessage 你可以發送給五個朋友 同時讓五支手機 都可以有這個手機鑰匙的功能 也支援了Apple Watch 等到進到車內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這個手機呢 放在中控位置 有一個無線充電座 它感應到了 這時候呢 它就視為你是有鑰匙 可以發動這台車 所以五系列呢 擁有傳統的這個感應式的鑰匙 隨車也附贈了NFC的這個數位鑰匙卡片 那也可以透過iPhone數位鑰匙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選配 就是有智慧型螢幕的這個鑰匙 等於BMW在整個免鑰匙使用情境上面 又領先了整個越界 大家都知道我是730i的車主 所以我對於原廠這個代號B48 這個2.0升直列四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很熟 730i上面的輸出是258匹 530i的輸出是252匹 但是這一次的五系列改款呢 它在動力輸出上面 一個最大的革新呢 就是它加入了48V的輕油電系統 它有幾個部分組成 第一個是48V的離電池組 也加了一個啟動馬達的發電機 還有DC、DC轉換器 這個三個組件構成的這個系統 那在全油門輸出的情況下呢 除了252匹之外呢 它還多了11匹的eBoost 所以你在油門重彩 Kickdown的情況下 你在儀表上面就會看到這個eBoost 導入48V的輕油電系統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外在的原因是 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呢 對於汽車的輸出還有油耗法規呢 越來越嚴格 那有了輕油電系統的加持之後呢 能夠符合法規也更有餘裕 那我們過去呢 在很多歐洲車上面 都會看到有怠速熄火的裝置 怠速熄火的使用情境是 你在等紅綠燈的情況下呢 它引擎會暫時熄火 那你要在啟動的時候 它會再把引擎發動上來 那這個發動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用原來的 車上的這個電瓶 12V的電瓶 那你會覺得 可能在重新啟動的時候 震動比較大 而且在怠速熄火的這段時間呢 會沒有冷氣 所以許多使用歐洲車的車主呢 都會有個習慣是 把這個怠速熄火的功能把它關掉 那這一次呢 在車內非常明顯可以看得出 這台5系列 到底是改款前還是改款後 有搭載48V輕油電系統 你可以從PUSH START上面的按鈕可以看得出來 改款之後的5系列 有了48V之後呢 這個PUSH START上面 原本有一個按鈕可以把怠速熄火 這個功能關掉的 這個功能不見了 也就是說 從此呢 你再也不能把怠速熄火這個功能 先把它OFF了 但是在使用上面來講 我們實際上開起來發現呢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它的確熄火了 但是在重新啟動的時候呢 頓挫感比起過去的12V的頓挫感 小了很多 那我認為 它也變成是 更接近我們一般熟悉的 Hybrid車款 它在很多時候是 引擎是沒有發動的 發動的時候讓你沒有感覺 但我們還沒進到車子裡面呢 我們來看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叫做5AU系統 過去呢我在用7系列的時候 我非常依賴7系列上面的5AT駕駛輔助系統 那我認為 現在的 BMW新的車款 這個最新世代的5AU駕駛輔助系統 是BMW在對應自動駕駛這個系統 逐漸導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非常便利的一個配備 那你會看到呢 除了在牌照下方呢 有一個前方的雷達波 是用來做ACC的車距偵測之外呢 在這個前擋風玻璃的上方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小小的面積 這讓它已經從原來的5AT系統的 兩個鏡頭變成三個鏡頭 路面的判讀上面會變得更精確 那另外呢 倒車輔助系統 它不管在路邊停車或倒車入庫的偵測 都比過去或者是其他競爭對手的 這個偵測的成功率高很多之外呢 它在停車過程也可以非常的迅速 所以大幅的提升它的實用性 那它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就是 最近50公尺的倒車的這個模式 當你不小心進到了一個實相子 那你要開進去的時候還算OK 但是要倒出來的時候非常困難 這時候呢 你只要按下一個按鈕 你可以讓車子按照原來路線 慢慢開出來 那這個功能呢 我認為是現在B&W 在停車輔助系統裡面 最驚人最好用的一項配備 我們現在做到整個5系列的車室內了 那這次改款呢 我認為在剛剛講到動力的部分 從這個引擎啟動按鈕 你可以很明顯看出 這是一台改款之後的5系列 那如果你還是想要一直讓引擎保持的啟動 你可以切換到SPORT模式 它就會一直保持是 這個引擎是開啟的 那我們做進來之後呢 這個全速位移表板呢 你還是可以很明顯看出 這一次改款前後的差異 首先呢 在畫面的正中央 你會看到駕駛輔助的資訊介面 包括你的車子在什麼情況下 會有一個車道 你在車子行進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車速快慢 背景的這個隔狀的移動的速度 也會加快 讓你在認知上面 更能夠進入這個情境裡頭 那包括你偵測到 不管是前方左右車道 有摩托車 大貨車或轎車 這樣都會顯示出來 那我也認為 這是B&W在對應 新世代的車用駕駛輔助 所做的努力 那另外一個很有感覺的是 中控螢幕變得更大了 一坐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發現 哇這個螢幕好大喔 原來的iDrive 7.0 它的螢幕比較小一點 10.25吋 那這次變成12.3吋 你光從帳面上數字來看 你會覺得說這個升級 好像就是一點點小小的升級 但是你一坐進來的時候 你的確會很有感覺 你會覺得這個螢幕真的很大 辨識效果非常的好 還有我最喜歡的 還有B&W抬頭顯示器 這些資訊提供都整合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全新的 12.3吋的iDrive系統 它除了過去讓人家非常津津樂道 它支援無線Apple Car Brake 這次終於支援了Android Auto 而且也是無線的 所以呢 在一種情況下是 你的手機明明可以用無線充電 但是卻為了要用Apple Car Brake 或者是Android Auto的時候 卻要連一條線 那在不管車室內 變成有一些線變得比較累贅之外 也不好看 那感覺起來這個無線充電 是不是又覺得好像有點失去了意義 那你把這個無線的功能導入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在使用上面來講會非常的簡潔 那我們現在所試駕的這款530i M Sport 它特別選用這個深色的沉木飾板 我覺得這個木頭的質感真的非常的好 座椅在530i M Sport的標準 事實上是Dakota的皮質 那我們現在開的這台車 它已經有加選了7萬塊的拉帕皮椅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菱格紋 但是它沒有座椅通風 那這個也是可以透過選配能夠達成的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 5系列的車身的質感呢 除了空間上面沒有像7系列那麼有餘裕 但是我認為不管是科技介面 用料、質感上面來講 都有一種小7系列的這種感覺 那另外呢 BMW在聯網上面 也算是在整個車廠裡面 算是走得比較早的 如果你去展間看車子的時候 BMW很貼心的 做了一些示範 你可以跟車子對話 它告訴你說 你透過聲控 車子可以幫你做什麼樣的調整 你不需要特別再去按按鈕 比如說我可以問它 你好BMW 現在外面幾度啊 如果你覺得累了 另外溫度為25攝氏度 好 謝謝你 你也可以告訴它 我好困喔 表示你累了 我好困 在整個新的iDrive系統裡面的 互聯駕駛裡面有一個APP 它是用來去提神用的 它會把整個空調 類似一種比較強弱 強弱交替的這種玉綠風 那也會幫你播放 比較提神的音樂 我們這樣看完整個 5系列的產品介紹呢 整個市場上面呢 過去呢 不管是BMW或者賓士 在這個集聚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產品 雖然現在呢 SUV 可能 得到大家更多的注目 但是我認為 5系列跟E-Class呢 它還是有一個非常 深厚的基本盤 那這一次呢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呢 5系列跟E-Class 分別都改款了 也換上新的引擎動力 在外觀上面也都 越有做一些提升 我們今天所開的這一款 530 IM Sport 它所對上的對手 當然一定是相同 動力等級的 金氏的E-Class E-300 那E-300有兩個價錢 分別是332萬的運動版 跟342萬的exclusive 這兩個版本 那530 IM Sport 它比起金燈對手來講 它的配備更豐富 包括頭燈呢 有glare-free的這個 智慧型的LED頭燈 那有M Sport的外觀內裝套件 那也有我們這次 第一次看到的iPhone手機鑰匙 那過去呢 非常便利的 無線的Apple Card Play 也增加了無線的Android Auto 那有Dakota的真皮座椅 車室內的鋪陳呢 質感呢 在同級對手裡頭 我認為是非常上層的 而且即便是比起同品牌的更高階的7系列 我覺得也沒有遜色太多 首發板呢 在配備上面又加正了這個電子避震器 還有19吋的M款的鋁圈 那這些配備鋪陳堆疊上去之後呢 我相信呢 BMW 5系列這次改款呢 在面對這個市場的時候 會對消費者增加了更多的吸引力 Denis 這些那就只能避震器 你多多少夠了 牛叫做剛才喽 你也沒有想要 在增加了他的鋪 你也沒有想要 你也因為